贵阳轨道交通三号线一期项目是全省重大工程项目之一 备受市民关注 它现在的建设进度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通车 今天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就来到了花果园东站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现在的建设进度怎么样 三号线按照我们的工期建设计划是 今年年内完成图建主题节育工程实现洞通 完成铺轨实现轨通 明年九月份左右完成连条连事 在明年年内 就年底前实现开通运营 届时市民可以乘坐 上远全长是43公里 沿远穿越乌当区 云岩区 南明区 金开区到花溪区 该项目建成后 一是进一步完善 贵阳综合公共交通体系 极大缓解 城市公共交通 届时轨道与机场 高铁 四与快铁 长途汽车 常规公交 以及BRT的换乘更加便捷 轨道交通在 15分钟都市生活圈 一小时都市通行圈 以及两小时省内 通达圈的这个作用更加突出 二是进一步拓展城市外围阻担发展 和城市空间拓展 完善城市布局 将凸显轨道交通的 客流的网络效应 商业开通之后 形成网络运营之后 届时市民的公交出行比例 将达到25%左右 第三个呢 是商业建成之后 与一号号线 二号号线 将形成贵阳轨道交通的 基本股价网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网络运营 就是城网运营 届时贵阳市所有的中心城区 将实现轨道交通的全覆盖 市民出行更加便捷